什么是三大房屋保护条款 在美国呢 你买一个房子呢 基本上你有三个保护的措施 第一个是你可以做房屋检查 第二个是你可以去贷款买房 看你贷款有没有过 第三个是你可以有银行派一个估价师来估价 看这个房子是不是有估到你所购买的价格 那这三个条件呢 如果有一样不达成的话 你的定期是可以拿回来的 你是可以取消这个交易的 但是呢 在你的地产经纪帮你出合约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它有帮你写到你需要的天数 然后有帮你做好这三件事情的把关 什么把关呢 帮你找好的房屋检查 然后帮你解释这个房屋检查内容是什么 然后呢 如果发生了问题 有没有专业的人士可以去修杀这个东西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在遇到房屋检查的问题的时候 他们是检查报告出来了 那我今天跟你讲说 就像是体健康检查报告一样 你的屋顶有问题 那屋顶有问题 这个地产经纪应该有这个能力去告诉你说 好那我现在拍一个桌子去看 然后呢 他大概说有可能要修是一万五 还是修是六百块 六百块的问题跟一万五问题 你要知道那个金额 你想知道这个问题严不严重 那还有一种情况是 这有些东西不是钱可以修的问题 有可能可以修 可能非常困难修 或是修好了之后 没有办法很好的使用 或是达到一定的标准 这也是你的地产经纪可以告诉你的 所以全个地产经纪非常重要 你的这三大保护条款 它是死的 可是你的地产经纪是活的 所以你一定要找一个好的地产经纪 代表你来帮你做好这三样保护措施哦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